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做西红柿酱在选西红柿的时候也特别的关键 我们就选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做出来不仅颜色漂亮而且味道也好 我们先来把西红柿清洗一下 等会我们还要处理一下 西红柿呢我们可以给它多清洗几遍 另外呢我们在做之前有特别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呢 就是比如说哪个西红柿上面有这种干巴 或者是有一些要坏掉的地方呢 一定要用刀给它把那个东西弄掉了 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重放这个西红柿的时间 还有就是口感 像这个呢我们就给它处理掉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弄这个西红柿了 小的时候呢我妈如果要做西红柿酱的话 会现在开水锅里边把那个西红柿这个胃皮给它烫一下 然后方便去锅 今天呢我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来做 就准备一个这样的别眼的叉子 然后来擦这个西红柿 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好用吗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挺省事的 因为平时如果说要烫完了以后呢 还要再把这个西红柿给它用刀剁碎 但是用叉子这个叉出来呢就是特别的均匀 再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买的那个西红柿呢 是那种特别软的 用手一捏 它就要碎的那种呢 那你就用刀去剁吧 今天我买的这个西红柿呢 是特别的有骨感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用叉子擦完的这个西红柿 相对来说呢 要比用手剁出来的那种 更好一些更细腻一些 另外呢 这个就是咱们擦完的这个西红柿的这个皮 西红柿擦好了以后呢 我们先给它倒在锅里边 熬制一下它的水分 要想做出来的这个西红柿酱呢 保存的时间长一些 味道更好 所以说这个熬制呢 是一定不能省略的 必须得把它熬制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才可以 趁着熬西红柿的过程呢 我们来弄一些蒜 西红柿酱呢 也分好多种 也有就是做这种原味的 就是直接就是从西红柿的味道 然后今天呢 我要在里边加上一些蒜 来做一个蒜蓉酱 这个蒜呢 我们尽量是给它剁的碎一点 如果我们在家里边要做的这个蒜蓉辣酱多的话 我们这个蒜呢 完全可以用那个搅肉机给它搅碎了就可以了 今天因为我做的不是太多 所以说你就自个儿下手给它剁不剁不就可以了 剁的蒜剁好了以后呢 先给它装到碗里备用 我们的蒜味准备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再准备几个这样的红色的尖椒 然后给它放到里边 先来处理一下这个尖椒 先给它切丝 然后再给它切成这种小丁丁 越小越好 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切好的辣椒沫 给它放到碗里备用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熬制的这个西红柿 现在呢已经感觉的水分没有那么多了 大家记得熬酱的时候呢 火稍微的小一点 现在呢汤已经不多了 然后我们给它再弄上一些这个干黄酱 因为我们做的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这个干黄酱呢 差不多就可以了 放这个酱的时候呢 放这个酱的时候呢 一定要根据我们做的这个西红柿的量的多少 然后来确定一下 然后呢 这会儿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剁好的这个蒜末 还有辣椒边给它全部都倒进去 小火继续熬制 现在呢熬制的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给它加入大约就是两勺左右的这个白糖 再来上三勺的盐 然后再来上两勺的味精 调味 我们把白糖 盐 还有味精 给它充分的搅拌匀 好了 现在呢我们这个蒜蓉辣酱就做好了 关火 准备出锅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熬制的这个蒜蓉西红柿酱 给大家看一下小劲今天做的这个蒜蓉的西红柿酱 味道特别的好 今天我在做这个酱的时候呢 我放的蒜比较多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西红柿酱里边的这个蒜 蒜味越浓越好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配 今天小劲呢 在这个西红柿的酱里边放了两个辣椒 大家如果有喜欢吃辣的呢 可以多放一些也可以放个那种特别辣的特别提味的那种 这个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口味去做 另外呢我们熬制好辣酱以后呢再找一只像这样无油无水的玻璃缸 然后给它装到玻璃缸子里边什么时候吃打开一吃特别的方便 这个酱呢我们可以蹭热给它装到里头 给它装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封盖了 蒜蓉 番茄酱呢已经做好了 大家如果有想吃的呢也可以照着我的视频去做一下 做法特别的简单 我个人觉得呢自己在家里边做的既安全又卫生 而且吃起来呢又特别的放心 所以呢像这些小玩意儿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做一下 因为外边买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说实话呢 真的吃的不是特别的放心 所以呢秋天到了大家也动手自己做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